太夸张 太出所所长泄露个资 给诈骗集团首脑赚取不法所得 还不止一次 中国青年失业率大增 习近平干脆写信 要学生下乡务农吃苦 2024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出炉 侯科佩才能赢过赖清德 但两人有可能因此结合吗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叫方杰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用无人机 袭击克里姆林宫 企图谋杀俄罗斯总统普丁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随其否认 也宣称克里姆林宫 并不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但是无论如何 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 宫顶上爆炸的画面惊动全球 从流出短短的影片 到底可以看出多少细节呢 而同时这起无人机事件 还是有很多的疑点 在外部的一些分析解读当中 也不排除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企图嫁祸的假期行动 目的可能是要催化再度动员的情绪 而回到台湾 行政院宣布推出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 纲领1.500 进一步结合了各个部会 所以中央地方合作跟公司协力 希望能够阻绝诈骗案的发生 有哪些措施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像是英国政府就打算 禁止所有销售金融产品的推销电话 那么这么一来 接电话的一般大众 立刻就能够知道我遇到骗子了 还有政坛的焦点是 竞争激烈的国民党台北市内湖南港的立委 初选游淑慧退选 确定由李燕秀对上民进党的高家瑜 不过很奇怪的是 这个协调作业的竟然是侯友宜进行的 那党主席朱立伦仁呢 先来看到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 继克里姆林宫之后 又有一架无人机 击中了俄罗斯南部的一处炼油厂 造成了大火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南部靠近黑海港口的一座炼油厂 燃起了熊熊大火 不过俄罗斯消防队迅速赶到了 在两个小时之内就扑灭了所有的火势 不过由于前一天 克里米亚大桥附近的一座炼油厂 也才因为无人机攻击而起火 连续两座炼油厂遇到一样的状况 让俄罗斯消防单位疲于奔命 而乌克兰过去也曾经表示 破坏俄罗斯的后勤 就是他们反攻的一部分 那如果从这样看起来 似乎乌克兰已经开始反攻了 至于在两天前网路上呢 出现了这一段 是无人机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上飞行 随即就被炸毁的影片 俄罗斯当局马上指控说这是乌克兰 美国也高度质疑俄罗斯的指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所有出自克里姆林宫的声称呢 他们都会怀疑 而美国媒体呢 Politico则是引述了两名美国官员的报道 说拜登政府还在厘清 究竟无人机攻击是基辅下令 交由亲乌克兰团体执行的 还是根本就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假期行动 结果俄罗斯才指控乌克兰不到一天 现在发言人又改说了 说事件的背后主使绝对是华府 乌克兰只是负责去执行美国的计划 还说对于基辅跟华府否认这些行刺行动 他们认为是非常的荒谬 但是在记者会上 俄罗斯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那所以这个克里姆林宫 遭到无人机攻击的事件 究竟是乌克兰发动的袭击 还是美国在背后主使 又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今天我们有两位学者在线上 分别是国防院战略所所长苏子云 以及政大二言所副教授许金云 我们要请两位老师 分别从国防军事和政治外交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要先请问的是苏所长 如果从技术的角度 乌克兰真的能够派无人机 飞到克里姆林宫的上宫吗 还有如果这个真的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话 他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乌克兰他在无人机的方面 他如果是中大型的话 的确是有可能可以抵达莫斯科的上空 但是从现场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的话 应该不是乌克兰所为 因为他是一个小型无人机 如果是小型无人机的话 航程就不可能到达200公里 300公里那么长 所以目前这个只有俄罗斯片面的说法 那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现场的这个监视画面看 就是这个无人机 他是否被击弱了也无法证实 可能是采取自杀攻击 所以才会从克里姆林宫旁边 就是坠落到这个所谓的餐议院的屋顶 那引发小的爆炸 同时也看到第二架无人机也接近 最后也是就是采取坠落方法 那无论如何就是从动机论来判断的话 乌克兰现在正处于要战略反攻的阶段 他完全没有理由对克里姆林宫 采取类似的这种攻击行动 因为这会被解释为是恐怖活动 这对于乌克兰来讲 我就会增加其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困扰 所以我想他是没有理由采取这样攻击的 在克里姆林宫这一场无人机的攻击系码 就是类似栽赃的手段 在历史上并不 就是说并非没有这样的潜力 很多时候就是A国 他会自己制造一个军事事端 然后再去指责是B国所为 那这样子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就是攻击行动 好谢谢老师 但我们如果先假设不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那为什么无人机爆炸影片曝光之后 马上被认定他可能是一场斩首行动呢 事实上像这样子的斩首行动 或者又称为斩首攻击是一个军事术语 他就是通过精准的打击去消灭对方的首脑 或者是首脑机关 这样的做法早有潜力 在第一次事件大战之后 我们就开始有了斩首攻击这个概念 那么直到90年代 分别是在波斯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当中呢 都有针对敌方的战略指挥控制信头 所进行的斩首攻击 那到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还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这个斩首攻击呢 他就是直接针对敌方最高领导人 进行精确打击了 那最近几年呢 是美军比较常运用到 像是去年8月份 美国就利用无人机解决掉了盖达组织领袖萨瓦里 那到了2020是川普担任总统 也对伊朗圣城部队指挥官 苏雷曼尼进行了狙杀 那在这两次的斩首行动当中呢 美军使用的都是MQ-9四身无人机 这架无人机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它能够执行情报 监视跟侦察的工作 还有六个武器挂架 那主要的武器呢 是地狱火导弹 那美军使用无人机 就更能展现出定位卫星通讯的能力 还能够发挥警告的作用 而在南韩 也为了因应北韩无人机的入侵跟威胁 预计就在今年下半年 要成立无人机作战司令部 部署逆踪无人机 并且规划要在战争的时候 利用无人机对北韩领导阶层 执行监视和攻击任务 但不论真相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 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宫顶顶上 爆炸的画面实在是很震撼 因为那里是俄罗斯权力的心脏 戒备森严的程度 形同是北京的中南海 只是乌克兰被指控之后 我们刚看到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否认了 而外国媒体包括CNN也报道说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乌克兰有涉案 美联社则是指出了几大疑点了 第一那为什么呢 这个一直直到攻击疑似发生了 12个小时之后才对外宣布呢 还有在正式宣布之前 怎么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 社群媒体上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流出 那么第三就是宣布之前 也没有影片流出 第四是为什么有部分的爆炸画面 是没有办法证实的呢 所以我们就要连线给政治大学俄罗斯 研究所副教授许晶云老师了 请教老师您的判断会是什么呢 俄罗斯其实从2018年19年的时候 它那时候也有发生在克里姆林宫附近 有那个无人机 无人机的事件 所以其实那时候 其实俄罗斯他们就有本身 在针对无人机在做管控了 那所以这一次的无人机的话 能够进入到这样子 克里姆林宫的上空的话 我们所说的 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些运气跟技巧的 有人会说这是乌克兰的攻击吗 或者是这是俄罗斯的自导自演吗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实都不是 因为基本上前阵子 泽伦斯基才对个习近平对谈过 所以他不可能说刚他对谈完之后 他马上派一个去挑衅 去挑衅俄罗斯 我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一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真的是乌克兰所做的话 它会扩大 它会扩大整个一个 我们所说整个一个危机 也许会扩大成整个 我们所说如果万一不受控制之下 发展成一个核武战争的话 谁要负罪 这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也是以致欧美方面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都不会是远程武器的原因 他们都有去设定那个 就是说他不可能可以设到 设到俄罗斯的国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至于说是不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格局太小了 我个人的观点 它比较倾向于一种个人的行为 就是说 有点类似像骇客 骇客个人的行为 然后呢 他反对战争 他挺乌 或者是说他反对乌克兰 然后呢 他所做的 就是用两架的无人机 这样子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挑衅 一个挑衅的行为 那克里姆宁公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它发布出来的原因 也是我觉得他们也是马上 因为就俄罗斯的整个一个情报系统 他们一定马上展开调查 那这个调查期间的话 如果今天不是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将乌克兰的因素排除掉 因为呢 基本上 这个就我们在看的时候 不大可能是乌克兰做的 因为如果是乌克兰做的话 俄罗斯一定第一时间跳脚 第一时间的反应会很大 不可能说12小时之后再出来 好这个老师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是 乌俄战争现在还僵持不下 所以在西方国持续均援之下 再加上这场无人机攻击克里姆宁公事件的话 他有可能会为战争带来什么影响 还有俄罗斯 他有可能以此为理由去动用核武吗 我觉得核武倒是 不会在他的选项里面 因为核武永远都只会是最后的手段 而且前一阵子我们说了 习近平还跟普京见过面 然后呢 双方也有就核武这个地体来做一些讨论 那基本上习近平也后来发表说 核武基本上不希望俄罗斯去动用核武 所以我觉得基于中俄之间的 就是我们所说中俄之间 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已经没有多少友邦了啦 所以基本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说 基本上我已经事先已经 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共识 那我今天如果再以无人机为借口 去发动核武的话 我觉得那无疑就是说 他要损失他一个最大的盟友 就是等于是说中国不可能说 就俄罗斯使用核武这件事情 还保持一个很中立的态度 那这样子的话只会让他去失去一个盟友 那我觉得俄罗斯他苦心不会那么笨啊 对就他能够统治20年以上 俄罗斯20年以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20年以上 你觉得他会是一个这样子一个人物吗 头脑简单 我觉得不大可能 不过最近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气氛都蛮紧张的 尤其是下个星期二 就是俄罗斯的二战欧战胜利纪念日 那么去年的这个节日呢 普丁是用去纳粹话宣称俄罗斯就要赢得乌俄战争了 所以您认为今年普丁有没有可能再利用这个庆典的场合 做出什么宣誓或者是更实际的行动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普京现在 区域和谈的一个态势是比较强的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拿到东部的四周了 那这个东部的四周的话 对他而言维持住目前 因为他也不可能再拿到更多的东西了 你看所以维持住他在本身在这四周的影响力的话 这对俄罗斯其实目前是最大的利益了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可能在战争下去 或是在扩大规模的话 其实对他们未来的和谈 是没有很大的效益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为什么今年习近平在这之前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然后呢 为什么今年积极出来想要做调停 我觉得这是他跟俄罗斯之间 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了 对 然后呢 他之后又去找泽伦司机 其实也是要调停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觉得普京他现在目前想要和谈 因为其实长期战争下去 对俄罗斯不是一件好事 对他的本身的权利也不是一件好事 对 然后所以你说今天在在5月9号再加强力道 其实他目前已经 就是这样子的空袭已经想要以战 好像感觉就是想要以战逼合了 可是目前情况是卡在 泽伦司机目前还有欧美国家持续在做金援还有军援 所以泽伦司机不可能同意他以现有的条件下去和谈 所以呢 基本上现在就是卡在这样一个难关 就是西方国家可能够接受普京这样一个条件吗 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西方国家有能力持续再持续再去经援 乌克兰吗 未来战争 就是这个战争能不能停止的一个关键 现在我觉得是取决于西方国家的态度 所以5月9号我觉得基本上 如果普京想要和谈的话 他不会 就是说在目前的现有的情况之下 就是维持住战况 应该不会有扩大的趋势 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初选的监委大战 虽然已经落幕了 但是裂痕恐怕难以修复 在其他的县市也有落败者抱怨 党中央的初选民调不公平 稍后带您关心 这位焦点看到不动产借贷 媒合平台IMB日前爆出庞氏变局 造成了至少39名投资客损失 共计1亿5000万 平台负责人曾国伟 在案发第一时间就捐款潜逃了 但是依然在昨天被警方 拘提盗案 警方还在他位于宜兰罗东的租务处 查扣了40多个精品包 还有养酒铜雕 这些都是奢侈品 总价超过1000万 今天下午连同其他亲民共犯 一起被引送台北地检署正办 头戴压舌帽被警方移送 他就是IMB不动产借贷 媒合平台负责人曾国伟 涉嫌卖假债权珍锡金 不法获利1亿5000万 出拿片来的钱买精品包啊 原先卷款潜逃的曾国伟 3号在宜兰一家温泉饭店落网 警方兵分多路前往双北 以及桃园宜兰进行搜索 一局逮到包含负责人女友 公司协理和管理处长等8名共犯 还在负责人的租屋处查获假债权文件 炸材叫战手册 会员资料等关键证物 整面的爱马仕墙通通堆在地上 一旁还躺着一只LV定制行李箱 警方不止在曾国伟身上找到厚厚好几叠 共300万元现金 还在他宜兰罗东的租屋处查获各式名牌包 其中这款LV行李箱就要价台币134万 另外还有VIP才买得到的爱马仕包 价值130万的康康包 百万鱷鱼皮包跟铜雕收藏品 而他摊开曾国伟的财富地图 除了在桃园租豪宅自己住 他还在罗东租了个小房间 专门堆放总价破千万的奢侈品 落网之后警方一查 更发现曾国伟名下有13笔不动产 通通都被查扣 截至4月底为止 已经向警方报案的被害人 总共有39位 遭到吸金的金额 达到新台币1亿5000万元 变称是投资失利 财卖假债权填补资金缺口 曾国伟旁是骗局海牢上益 疑似全都进到自己口袋 落网的这一刻 其准备接受法律制裁 进行文言还是徐龙长报道 除了报案的投资客之外 全台有上千人受害 平台负责人背景就遭到起底了 这位总经理曾国伟 曾经是四海帮海铁堂的成员之一 那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晓青 今天就爆料了 说这个公司的董事似乎跟绿营 正要关系匪浅 曾经有多次的 透过基金会的行程 跟监察院长陈菊 还有时任的交通部长林佳龙 等人同框合照 对投资人神神一鞠躬 IMB负责人出面道歉 还说就算是入狱服刑 也会把本金还完 甚至把另一半也都脱下水 一起做担保 连忙说两人都愿意做保证 但是诈骗全台二十五亿 后续又突然身影 让投资人真的非常愤怒 曾国伟他们真的是太可恶了 对这种人应该下地 经济不景气 这些厂商还不出钱来 要我们体谅他 延后延后协商还款 结果一切都是骗局啊 袭金诈骗扑光后 负责人的背景也被棋底 公司董事不但和台南市长 黄伟哲共同出席公开场合 台北市议员徐巧新更爆料 曾国伟还有更监察院长陈菊 总统秘书长林佳龙的合照 看来跟绿营政要关系匪浅 另外他本名其实是曾耀风 曾经是四海邦海铁堂的成员 还曾被通缉过 不过担心身份被曝光 对外才化名曾国伟 难怪可以找来资深主播 盛竹如帮忙代言 被害人说这家公司 从去年七月开始 就已经出现资金缺口 却还继续制造假债权诈骗 恐怕就是因为黑白两道都很熟 现在负责人遭具体道案 投资骗局真相也将会 一一谈在阳光下 今新闻林佳一家杨中强和梦州采访报道 明天呢台北市立委初选的监委大战虽然已经落幕了 但是呢王世坚和何志伟之间的裂痕却难以修复 今天大龙洞保安宫举行祭典 监委没有合体 何志伟还说有一些名义代表缺席了 酸度简直爆表 而在其他县市也有落败者抱怨党中央的初选民调不公平 是被派系所把持 这也逼得赖清德在中常会上 要同志不要乱批评 一早到大龙洞保安宫 副总统赖清眼见证有百年历史的传统三县礼 每年一度重要的圣诞庆典 在地明代不分党派几乎都来了 立委何志伟早早就抵达 只是放眼望去贴着王世坚牌子的椅子 始终空着 那有些名义代表有来 那有一些就缺席了 我今天都有遇到我想要遇到的人 我真的搞错了 我以为晚上七点半 究竟是真的忘记了 还是刻意避开 王世坚直到下午才现身议会 应该和志伟联合上的吗 我们会还很长的时间 我会慢慢的 那试着来跟尔志伟做很好的一个联系 今天我有遇到赖副总统 已读不回 不读不回 其他县市也有落败者抓战犯 抱怨民调不公平 比如说台湾 点通公司是陈明文 或者是在嘉义市 有候选人 也说山水民调公司 区市民调公司 跟大地民调公司 是红氏兄弟控制 如果请到主席 也有任同我的看法 当面向赖清德告欲状 逼得赖清德下封口令 要派系不准再互相怪罪 为了二零二四总统路 再艰难都得迫近重渊 近期观 送我报道 至于国民党这边 台北市议员尤熟会决定 离让台北市议员李燕秀 退出港部区立委的初选 那现在尤熟会就被点名 要不要转战士林大头区 对决民进党的佛龙王王时间 尤熟会就笑说 跟王世坚选举会蛮有趣的 因为王世坚对女生比较绅士 那王世坚就信心满满的说 一样是美女对野兽 国民党最好还是派弱一点的人 我们应该可以来一场 淑女与绅士的选战 也是美女来对野兽啦 台北市市林大同立委选战 依旧是美女与野兽之争 只是这美女从来赢最美发言人李明璇 可能变成退选港湖立委的游熟会 看看世坚哥欢不欢迎我咯 跟世坚哥打选举应该是一场蛮有趣的选举吧 因为他对女生都比较绅士一点 站在对战的角度 我是不希望他来 因为他很强嘛 就他们派个弱一点的 是美女与野兽之战 世坚大哥你不要说他是野兽 我看过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很飘沛的 我现在也是很飘沛的 要不要对战帅气的扶龙王 游熟会还没点头答应 倒是先找上过去和王世坚 相爱相杀的韩国瑜讨教交战守则 他就给我一个建议 需要带着阳光笑容的心态 到处去去请走基层 他说你越是阳光笑容 你的对手就会愁眉苦脸 他就有的延伸 扶龙王再战韩国瑜 当然他当国民党候选人的军师 这是应当的 各位其主嘛 那但是就来吧 如果原本是何自伟的话 坦白说我们内部过去的评估 是非常非常难打 那现在这个换成王世坚 国民党最艰苦的这个选区 就出现了一线曙光 是曙光还是黑暗的无底洞 这场选战未演先轰动 新闻黄轩 刘微廷采访报导 好 那尤淑会宣布退出内湖南港区之后呢 就确定是李燕秀要对上高嘉瑜 不过奇怪的是 在这个协调作业过程里头 居然是一向不管党务的侯友宜在进行的 所以我们就要连线给资深媒体人 善后知 请教后知 你怎么解读侯友宜的这个动作 因为大家就很好奇了 那朱立伦的角色在哪里呢 想要选总统的人去出手这件事情是 原本就是合理的 因为你是要一起搭制选择 他是要跟你一起选择 党中央当然在这个地方有角色 可是问题是 那个最后不管是母鸡带小鸡 还是小鸡带母鸡 他毕竟是跟你一起选举的人 其实他早就该出手 但我觉得 我是觉得他出手的频率太低 而且也不够 不管是游卫或林燕秀 你那个出手没出手 只是党内的争议变少而已 让人家觉得好像我有在做事 可是实际上对于整体的布局 立委的布局来讲 你说因为民进党早就喊了 国会要过半 赖金泽早就讲 国民党距离国会过半 现在因为他距离 他现在只有37期 距离国会过半 他还有20期的差距 侯友宜到目前为止 什么都没讲 73个区域立委 侯友宜到目前为止 出手了三次 你要共产要处理很多吗 那我觉得国民党中央的状况 这中间当然有一部分 就是说国民党的权力结构 跟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的状况是说 党主席是朱立伦 他现在要选的是谁 也不知道 那你今天来讲 不管是后一也好 朱立伦也好 后一也好 郭台湾也好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如果侵犯党主席的直选 你朱立伦会不会就 在提名这上面 给我穿小鞋 所以可能也不太敢做大动作 那朱立伦可能也会觉得说 将来是你要选 我也不能够做太多 我也不能够做得太离谱 比如说都是我调好的人将来 你要去负责服选 不管党中央也好 不管侯友宜也好 我觉得都是失职 但是如果要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侯友宜 你自己的选举 不是 就是把总统立伦这个选举 切开来看 是没有道理的 这东西不能完全够怪助理 不过国民党最快要 5月17号才会确定 是征召侯友宜或郭台铭 那目前看起来不仅总统 提名的布局比较晚于民进党 那似乎对于民进党来说 也不见国民党对于立委选举的 这个完整规划 那就拿上一次2020的立委选情来说 一向被认为蓝营挑仓的台北市 八席立委 国民党是拿四席 那新北市更少了 十二席只拿了三席 那公认蓝大于绿的桃源 国民党还是只拿了一半 那台中市也只赢了八席中的两席 张化是四席拿一席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请教后知 如果立委的布局不当 战力不足 他势必就会影响到总统的得票 还有整体的气势 所以伊宁目前的观察 2024国民党的立委选情乐观吗 我觉得最起码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乐观的氛围 就是说 因为当然他们其实上去年的 监事长选举很好 选得很好 如果说你的票都能够 像监事长这样开的话 理论上来讲会选得不错 但是最主要是人选 而且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 说国民党有这样的 最起码国民党没有看到 有这样的企图心 讲白的是这样 从来没有讲过国会要过半 从来也没有讲过 讲过说我未来的时政 你讲句话 如果说你国会要过半 你要过半的话 可能在我们前面 闹得废废洋航的 废幸之战的时候 你可能就应该要考虑说 我要留一个资深 对不对 我国会如果是要强势过半 那资深的对我来讲 来讲就很重要 世代交替就没那么重要 可是问题是你国民党的状况 是完全没有提这个事情 别是世代交替重要 你今天算给我听 你今天来讲 国民党接下来 能够当立法院党除股业 你要跟民党一样空降吗 那现在的资深立委剩几个 你就完全看不到那样的氛围 而且就是说看起来 我觉得就是说 今年的总统候选人 不管是郭台铭也好 不管是郭台铭也好 都不会是一个强势 能够带着大家冲锋陷阱 所以说你国民党要选得很好 恐怕还是要靠立委本身 那这根提名就很重要 但目前为止看不太出来 有那样的氛围 中国全力拼经济 但是过去铁腕防疫的后遗症 正在显现 江苏省苏州市外资大撤退 特别是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台商 疫情期间一去不复返 稍后带你关心 中国解除风控 全力拼经济 但是不少后遗症 已经开始显现了 像是在江苏省苏州 外资大撤退 连台商也有大约三分之一 在疫情期间离开了 不只让当地产能大降 企业也减少招募 甚至还裁员了 那么连带的就反映在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上了 三月份16岁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 高达19.6% 比二月份增加了1.5% 还记得中国为了防疫 实施封城铁手腕 引爆明月抗争不断 现在更出现拖垮经济的后遗症 江苏省苏州市外资大撤退 特别是约三分之一的台商 疫情期间一去不复返 即使工厂还在 但产能及人类需求难比过去 当地台商观察 服务业等内需学厂稍见起色 但制造业寒冬难解 工厂产能大多已经转移出去 企业不愿招人 甚至裁员 还有业者从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 减少约四分之一人力 一部分的人就调整到新媒体的工作岗位上去 回到大概疫情前的八九成 应该还要再过半年 产业结构需求变动 想完全回到疫情前水准 几乎不可能 房市的部分目前还是比较低谷 疫情封锁了三年之后 大家这些人民的消费习惯 还要再重新再调整回来 萧条事况还反映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上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三月数据 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9.6% 比2月增加1.5% 在去年7月19.9% 创下历史高点后 至今都维持在高点区间 年轻供应劳动力因为少数化已经不足 再加上成本高升 二十几年下来成本增加十几倍 后疫情时代 中国复苏人寿制产业出走 潮级人力市场疲乱 经济发展恐怕都将面临讨厌 新新闻曹一山市右北参访报导 青年失业率19.6%的意思是什么呢 等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失业的 那接下来是毕业季了 又有一千多万毕业生 一千一百六十万毕业生要投入职场 所以失业的问题恐怕还会再恶化 不过呢就选在中国五四青年节这一天 习近平发出了一封给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信 要青年们培养爱农情怀 同时也肯定学生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实质努力 那么同一时间广东省就传出了 要送三十万名失业青年到农村去务农两年 就被解读是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 那学者更认为了 习近平是在效法马泽东推动青年下乡 这样除了能够有效降低账面上的失业率 也是为了防止高知识分子可能会引发的社会动荡 在镜头前崩溃痛哭 中国湖北这名女子因为公司倒闭 被迫失业的她只好摆摊买饭团 但一整天收入只有五块人民币 让她大探赚钱真的好难 影片在微博引起中国网民热力讨论 毕竟找不到工作是当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真实写造 本来出门想找个厂 结果一看 倒闭了 好多个厂都倒闭了 这下又没戏了 今天就打算出来找工作 往城区这个地方去找一下 2023年找工作是越来越难了 这一路看过去至少有上千人在找工作 广州成千上万人 就连要找个临时工来做都很难 工厂里员工也因为接不到单心急如焚 跪求台资企业赶快回来设厂 随着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失业问题越发严重 尤其是青年失业率 在去年12月因为疫情解封短暂下降 但2023年却逐月攀升 三月份更高达19.6% 创历史次高 令人忧心的是 眼看毕业季即将到来 届时1160万新鲜人将投入职场 对中国失业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 19.6%可能都还不是最高的数字 因为中国大陆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仍然有一些问 他只调查城镇 所以不调查农村 所以农村如果说失业率多高 他也不晓得 他只调查固定的地区 分时的失业率情况可能比现在还严重 等到六月七月毕业草一进来之后 恐怕这样的一个失业状况会更加的明显 那这样的一个失业问题 会不会导致更多所谓的地下经济 中国会面临的不只是经济问题 还有社会问题 甚至进一步变成治安问题 选在中国五四青年节这一天 习近平发出一封给中国农大学生的回信 引发市场联想 是否就是针对失业率而来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得知大家通过学校设立的科技小院 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 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致学问 我很欣慰 习近平要学生后职爱农情怀 大赞中国农大2009年设立的科技小院 将农业专业学生派驻到生产第一线 对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似乎是嗅到了中共高层的爱农气息 中国经济第一大省 广东也祭出实际行动 到2025年 广东将组织十万名青年下乡帮扶 联系服务十万名青年返乡实践 培训服务十万名青年提升新乡季度 为了解决青年高失业率问题 广东省地方政府打算把30万失业青年 送到农村务农两年 让青年对政府的失业政策更加不满 消极的持续摆烂躺平 外传其他省份也在沿意跟进 那年轻人站出来 正也表示他们在对于世界的光感 以及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现象的看法 他们勇于表达 那是不是愿意承受这个习近平 所指示的振兴农业经济这样的方向 来下乡去从事农业生产 我觉得这恐怕会是政府跟社会 很强烈的对立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会出来 农村其实非常好用 比如说家电下乡要靠农村 然后汽车下乡要靠农村 然后现在城市的劳动力 如果没办法处理 也是到靠农村 快钱两人重跟十个人重金 我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在经济学上面 叫做隐藏失业率 所以它不会算在统计上面的失业率 它有很多校内让它延避延缓就业的方法 我觉得那是第一步骤会做的 真的要叫青年下乡 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后面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出来这个首顿代表 中国大会经济非常非常爽 早在一九五零年代 毛泽东就发动过上山下乡 当时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眼带中共经济发展的成效不彰 走过一甲子岁月 当年被下放的知青之一 习近平也想如法炮制 缓解高涨的失业率 除了再次证明 中国当前的经济不乐观 似乎也难以走出历史框架 经济远翻译华不建成 采访报道 美飞强化合作 防堵中国侵犯南海和台湾 澳洲国防部也办了应对 台海战争爆发的兵推 那我们面对中国无人机 近期的频频侵扰 该怎么严防呢 稍后带您关心 至于台湾面对中国无人机 最近频频侵扰 甚至绕行台湾到底该怎么严防呢 其实台湾中科院 早就已经发展了一系列 包含征搜甚至攻击型的无人机 而美国军火商代表团 这一次访问台湾 也把重心放在跟台湾无人机 未来发展技术上的交流跟合作 不止如此 中科院长张忠诚 今天在立院打巡的时候 更证实了 中科院正在研议 将被永英高教机 逐步太除的F5战机 改造成无人机 台湾弹红刀攻击无人机 瞄准目标 攻击威胁不容小觑 红雀三型无人机 可掌握第一手限定情资 台湾无人机 还能同时具备 征搜打击实力 面对中国无人机步步紧逼 台湾无人机发展 越趋成熟 而且越多越好 F5战机在永英高教机 逐批取代下 如今将被赋予新使命 我们有没有计划把我们的F5变无人机 确实有这个想法 而且朝向一个无人机 还有把机的方向来做研究 但关键零组件的取得 甚至技术还有待提升 因此美国军火商代表团来台 更积极和工部门商舰意见交流 在数量加大的时候 透过技术的移转跟工业合作 是否能够把这些关键零组件 也能够在台湾生产 把这样的军民通用的技术 能够强化到平站可以转换 美台合作结长不断 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 全面严防无人机新形态威胁 台湾在通讯上面 是有强项的生产链 但是对于看干扰远程通讯 甚至进入到这个 低轨道卫星的通讯 我们认为也必须要透过 跟美国结合 才能加速这样的发展进程 接近乌俄战争 捍卫台海安全 美台携手期待打造 强而有力的无人机国家队 金星辉谢谢廉志豪 采访报道 国防部今天公布了解放军 在台海周边的动态 从5月3号的6点 到5月4号6点 国军就征获了 共机16架次 共建9艘次 逾越了海峡中线 跟它的延伸线 进入了西南 以及东南空域4架次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 昨天一架被称作 称作中国死神的 BZK动动5无人机 逾越了台海中线北端之后呢 就用顺时针的方向 沿着台湾东北方 东方南方的空域 再转到了这个西南方空域之后 非凡中国的沿海 等于是绕台一周 我们要请问苏子云苏所长 有军事专家就很忧心 对岸透过这样的方式 会摸透我国东部各项的防空 雷达这些电子平谱 真的做得到吗 那如果做到 我们要怎么反制呢 中国版的死神无人机 我想是过度夸张的形容 因为从军事科技来讲 BZK-005 它的载重最大到350公斤左右 那它的航数最高到180公里 每个小时 同时它没有逆中能力 所以在平时 它可以用这个来展现 就是企图威胁台湾的 这种心理战的作用 可是在真正战时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靠近台湾 太容易被击落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对台湾东部的侦察 当然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可是我觉得那是 有点像是就是隔靴烧氧 因为中国它目前 已经是第二大的太空强国 它有500多枚的卫星 包括影像卫星 雷达扫描卫星 就是合成孔径雷达的 卫星 它完全没必要 靠这种无人机 就是来进行 所谓对我们东岸的征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它的无人机扮演的是 第一个心理战的工具 也就是说 只要它这样子展现 顺时针逆时针的烙台 那么媒体可能就会有一阵的报道 增强了对中国的宣传 第二个就是减轻它飞行部队的负担 因为中国的战机 它采用了俄罗斯的L31引擎 或者是国造的这个涡膳石引擎 寿命只有1500小时 所以中国工军可能比牛仔还忙 它要骚扰日本的防控识别区 一年大概800多个架次 然后在南海就是进行巡逻 那在中国18000公里海岸线 要去追逐美国靠近侦察的侦察机 然后还要缓出手来骚扰台湾的空域 所以它飞行部队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把无人机拿来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 就可以产生减轻军队后勤 还有这是同样对台湾制造心理威胁的效应 谢谢苏子云所长的说明 再来看到社会焦点是最近网路诈骗案频传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从去年2月份开始 加入了股票投资群组 前前后后交了200多万 结果到了上个月 对方突然以账户资金不足 要求他再会300万 他这才警觉是被诈骗了 赶紧报警 那4月20号 警方埋伏在双方约好 这个面交的捷运站旁 逮捕到了两名未满20岁的诈骗集团成员 现场喊着警察办案 因为晚间8点捷运站外 有人被当街压址在地 三名便衣远警团团包围 把男子的双手双脚都控制住 但对方还是不愿配合 眼看另一名同伙也已经落网 嫌犯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被警方压制上铐 埋伏在人来人往的捷运站外 警方为了让对方降低戒心 还特地乔装成外送员接近嫌犯 没想到立即走销 警方在我背后的这个捷运站 逮捕到了诈骗集团的车手 并在对面的马路上呢 逮捕到了在一旁把风监控的监控手 并在他们身上当场查扣了四台手机 以及五万元的现金 投资公司资本额写着三千多万元 但没想到这是诈骗陷阱 原来一名成型被害人 在去年二月加入投资股票群组 前前后后已经缴了两百多万 但没想到上个月二十号 诈骗集团以账户内资金不足 要补差而为优 要求被害人再缴三百万元 让他惊觉可能掉入诈骗陷阱 报警后又使对方面交 果然在捷运站抓到了两名嫌犯 但车手及监控手都还未满二十岁 显示犯罪年龄层有下降的趋势 令人担忧 他们受到这个高薪的诱惑 因为现在他们年轻人使用手机 跟网络相当普遍 那诈骗集团也看着你这样的趋势 纷纷在脸书啦 IG等等 打出这些诱惑的广告 压解上靠移送法办 两名年轻车手为了赚钱 背上诈骑行责 现在踢到铁板 准备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惨痛代价 新权许家的生育方财团报道 所以为了打击诈骑犯罪 行政院就推出了 新世代打击诈骑策略行动 纲理1.500就增加了 包括要强化申请约定 转账防诈的措施 还有要纳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业者 还有呢 要就源头处理网络的假投资广告 游戏点数防诈也是很多的 所以它得锁卡以及内供的机制 还有第三方支付业者 要建立客户审查的机制 另外金融机构要办理 全台走透透的宣导活动 这六项精进措施 不过诈骗不止在台湾 更是全球各国政府 都需要面对的严肃课题 根据2022年全球诈骗状况报告 全球报告的这个诈骗案 从2020年的这个2.66亿起 增加到2021 已经是2.93亿了 成长了10% 那损失金额呢 更从之前的478亿美元 成长到了2021的553亿 成长了1成5 所以英国政府也为了彻底打击诈骗 打算全面禁止所有销售金融产品的推销电话 所以包括合法的金融机构 也是不可以打电话推销的 那么如此一来 当大众接到了这样的电话 就知道这是遇到骗子了 那除此之外呢 英国还打算禁止用SIM卡 大量群发的短信 也限制变更来电显示号码等等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让诈骗集团掘机 那么各国包括台湾 要这样高规格的看待诈骗案 因为诈骗不止骗财 有时还会害命 大家印象还很深刻的是台版柬埔寨案 现在他的首脑蓝道在上个月落网了 警方破解了蓝道手机 调取里头的资料之后 发现更惊人的事情 是他竟然跟宁夏派出所的一名所长 关系密切 那在深入追查之后发现 这一名业信所长利用职务之变 泄露了个资给诈骗集团 那么另外去年11月 查董被抓的时候 蓝道也有偷偷向这名所长 询问焦宝的情况 那么当时他居然就伪造了法院公文 再向诈骗集团A了一笔 所以检方就认为这名所长 涉嫌重大 向法官提出生压 今天下午也被裁定收押禁键 双手上号被罚警带上 囚车狼狈模样 对比往日警察形象填查地远 他就是涉嫌泄露 个资给诈骗集团收脑蓝道的 零下索叶姓所长 3号检警兵分多路 大动作进行搜索 晚间移送士林地检 面对大批媒体追问 全程保持沉默 就是因为逮捕蓝道后 警方从他的手机中发现 竟然有自己人涉案 原来叶姓所长利用职务之变 提供个资给蓝道赚取不法所得 其中包括偷问同伙交保事项 以及偷查他人个资 警方还在他住家搜出30万元现金 账户也有100万元不明金流 另外检警还发现 有一名流气女子作为中间人 帮叶所长处理这些黑钱 而他则是回进高级礼盒 检方认定三方均有对价关系 另外去年11月查董落网的这一刻 当时蓝道就向叶所长打听消息 台版柬埔寨的干部有没有交保 但所长居然未造法院的交保单 再从诈骗集团A了一笔不法报酬 台版柬埔寨案嫌犯陆续落网 却爆出案外案烧向警戒 杂怨裁定收押 只是警方办案却意外查出自家人 双方牵涉程度有多深 还有待检警深入调查 近新闻杨热敦商店采访报道 泰山经营全风波持续延烧 今天立委王红威召开记者会 公开了上个月20号审议委员会 被打断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会议进行中 突然间董事刘伟龙就带着侦查队长上门 把读懂杜英达律师强行带走 质疑警方有所公结 不过面对这些指控 刑事局副局长邱绍舟就常亲 绝对没有受到任何的指示 带着刑事局队长还有十几名制服原警 闯入公司内部审议委员会 瞬间市场派大股东 同时也是龙邦国际的董事长刘伟龙 不过读懂杜英达律师话都还没说完 就直接打断 怎么会这么巧警察突然出现 原来是有人通风报信 身穿黑衣红裤的女子就是有最美懂 做支撑的陈敏勋 原先她是公司派的读懂 但倒戈市场派 也是她传讯息给刘伟龙帮忙中断会议 最夸张的是杜英达被带走后 并不是去警察局做笔录 而是被带到便利商店 等待国宝集团总裁诸国荣到场 换句话说股权争霸站以四友陪帮介入 整个的程序荒腔走版 真的荒腔走版 这当然是得到高层的指示啊 公司派的专性董事 在3号下午到北检控告刘伟龙 以及当天闯入会议的林姓队长 而且未来不排除还要提出民事求偿 泰山基因权风波在扯入警察特权干预 画面在曝光 争议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金星人余嘉卫黄荣参报导 2024总统大选 美丽岛电子报今天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民调 就是假设如果蓝绿白萨卡都都投入选战的话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 无论是在赖柯侯或者是赖柯郭的情形下呢 都是以超过35%的支持度 赢过新北市长侯友宜 民众党柯文哲以及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那就算最后柯文哲没有加入选战 由蓝绿直球对决 美丽岛的这个民调也显示 不管是赖猴或者是赖锅对决的组合当中呢 赖清德的支持度都是45% 稳居第一名 那只有一个状况例外 就是当侯友宜跟柯文哲打党了 他们才能够用支持度46.6% 赢过赖清德的40.7% 我们就来看到赖清德呢 现在面对这样可能的劲敌怎么做呢 他现在开张了YouTube的个人频道 第一集就是从他小时候的故事讲起 走的是比较温馨的路线 同时也跟上了流行话题 PO出了跟年轻党工一起模仿现在最夯的台剧 人选之人 照浪者的合照 讲起小时候故事历历在目 赖清德进军YouTube界 个人频道CAMERA 第一集讲的是家乡万里石头路 即使隔着荧幕也要让人看了有温度 从赖的时代已经进入到短音的时代 在日前赖主席在中常会里面 也特别有要求短音的制作 那中央党部这边会尽全力来协助 拼战2024赖清德迅速点燃空战 中常会下军令要加强短音宣传 想打进年轻人的圈圈里 赖清德抛开包袱 脱下西装外套穿上党工背心 赖清德手插口袋轻松靠在办公桌上 今天的赖主席当演员致敬照浪者 对比人选之人聚照 姿势表情氛围完美复刻 他就穿上衬衫之后 自己就开始设定 然后就看到旁边有桌子可以靠 然后他手就直接这样靠上来 就是他是非常自然的在 就是感觉要跟一些年轻人拍照 他就自己有感觉这样 一起拍照的党工偷偷爆料 赖清德也会装可爱 我昨天的背心其实是领子是起来的 那他很细心他有看到 他以为领子也要拉起来 但其实领子是放下的 就是代表说他有在观察说 就是有他很细心的部分 模仿宣传照一出收到大批网友留言转贴 要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 什么偶包通通丢一边 新新闻离题 蔡陈佑 彭宇舟 参加报道 而争取国民党提名的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也在持续他30天的蓝图之旅 今天是到南投 受到乡亲热烈的欢迎 他就再诉求经济跟民生了 把炮口对准民进党政府 那资深媒体人康仁剧就分析了 郭台铭最近几波操作的议题 都是想要抢当蓝营的反律共主 却常常越说错越多 所以民进党的阵营就评估了 郭台铭要是能够超车 侯友宜顺利出现 未来在议题上的这个攻防破口比较多 对民进党来说反而是加分的 端端几公尺走了好几分钟 郭台铭中部请一支旅前进南投 走到哪都被支持者簇拥 南投女婿陪妻子回家乡 人气有多旺从民众反应就知道 郭粉们聚集在此南宫前举牌迎接 郭董拜庙接地气再打经济牌 全台湾两千三百万的老百姓 最关心的议题是经济民生的议题 证明自己是为台湾卖命的CEO 三号深夜十一点郭台铭再出招 开头就向公教军警销朋友道歉 让他们受委屈了 紧接着提到民进党面对财政问题 选择年金改革只敢向公务员痛下重手 没有郭董现在是郭子前 郭台铭他正在面临党内的初选 一直要骂民进党才有办法凝聚 所谓的蓝的支持度 郭侯大战进入尾声 郭台铭开始改变人设 一越变成反律共主 从公开疫苗到核能肺癌 再到公务员议题 炮火猛攻执政党 三号中常会上党秘书长徐立民就提醒 郭台铭声量拉高 民调甚至超车侯友宜 云进党和郭台铭连日来的攻防 意外让侯友宜没有角色 变成选战边缘人 相较于侯友宜现在都不发言的 这个情况之下 反而郭台铭有一种 让人家觉得好像说越多 那错越多 那澄清越多 那如果在议题的 这个所谓的攻防上面 可能郭台铭的破口会比较大一点 相较侯友宜达陆式的 holdholdGPT风格 民进党悄悄运作 唯一支持郭台铭 大炮性格的郭台铭 发言反而更容易找到急破点 静心的众报导 台湾灯会至今超过30年历史了 星云的主灯可以获得保留 成为景点 但是有更多主灯 是被报废丢弃了 怎么做才能够延续花灯的美呢 稍后带您关心 今年台湾灯会的主灯 是玉兔壮彩 16公尺高 20顿重 造价2000万 而且有新潮的科技感 也引爆话题 但是灯会闭幕几个月过去了 您知道这个玉兔灯到哪去了吗 原来台北市当初为了主办台湾灯会 签下了一个窃结书 玉兔灯需要长久收藏 所以灯会结束之后 主灯就被拆解 暂时放在北投机场 那问题是呢 就在这之后 市府一直找不到地点安置 所以他只能够被丢着掌灰尘 而且就算要重新组装他 把主灯回复到具有声光效果的话 还要再花2000万 结果成为了新市府团队的一个烫手山芋 其实每年的这个元宵节呢 因为是不同县市轮流主办 那当年的这个生肖制造的大型主灯 一定都是共同点 不过台湾灯会呢 办到现在30年历史了 幸运一点的主灯 它可以获得保留 成为景点或者是地标 但是有更多主灯 都是直接被报废丢弃的 很浪费也很不环保 所以专家就建议了 未来在筹备灯会之前 就可以先洽谈哪里能够做收留 才能够延续花灯的美 不管是科技感十足的玉兔 还是台湾特有种地质 元宵节必备 生肖动物 月绍舞台变主灯 在一阵发光发热后 主灯们归属大不同 烧掉了 有一些灯会拿到哪个县市去逛 幸运一点的有人热仰 变身地方标志 像是1991年的三阳开泰 1992年的宏福齐天 至今都还站在 西湖度假村的一角 2001年的熬月龙翔 定居高雄爱河畔 依然神气十足 至于2019年的聚伟来富 也流至大鹏湾风景区内 2018年的忠义天城 则在台南走马赖农场 在线风华 但不是所有花灯都能延续它的美 臺湾灯会从1990年开始举办 超过30年历史 每座主灯造价平均500万起跳 但近十年来 至少三座主灯直接拆除报废 变成是大型废弃物 这相当可惜 它灯场案里面 它势必然是要用透 可以透光的材质才能出来 那强化玻璃 我们在拆掉的时候 那个尺寸大小 就可以运用到你之后 如果要变成是房子 未来在做这些相关的筹备的时候 能在一开始就来洽询 哪些单位是有意愿来做收藏的 专家建议可以在制造主灯时 可以先做好资源回收规划 甚至先找好保管地点谈合作 才不会白白浪费了设计师的心血 还有大批的人力物力 今次我柳佩玲 马恩凯采访报道 年轻人想要拼高薪 有机会 营建业现在因为缺工 所以薪水蛮不错的 其中板魔工师傅 一个月做22天 就至少进涨7万元 当家教能够月收百万吗 云民网友最近分享了 他从学校代课老师辞职之后 当了全职家教 一周接30个家教颁保全部排满 月薪高达10万元 但是看在大学生眼里 觉得这样的生活 牺牲了休息和娱乐太辛苦了 而资深的全职家教则建议 当家教老师 重点是提高每一堂课的价值 并不只是把堂数给塞满 知名复仇韩剧 宋慧桥为了对霸凌他的高中同学复仇 从学生时期就身兼家教断钱 现实中有网友就分享 当全职家教的经验 年收入竟然高达百万元 网友本来是在私校当代课老师 但因为薪水不如预期离职 改当全职家教后 发现新天地 周一到周日课表全满 平日一天三堂课 假日两天十五堂课 一堂课约800元 月收入大概十万块 年收入破百万元 我看他是一个小时 就是交完然后换下一个 又换下一个 这样生活的形态 可能就不是我满意的 虽然收入诱人 但牺牲娱乐和休息时间 兼职家教的大学生 完全没有办法 就连资深的全职家教也认为 重点是提高每堂课的价值 并非只是塞堂数 你应该是要把有一些时间控回来 那控下来的时间 你可以去强化自己的能力 然后提高你授课的品质 当然你的价值就会往上升 那价值往上升 你的时薪会往上升 担任全职家教 已经27年的康老师 毕业于台大数学系 他一周上20个小时 一小时收破千元 每周六还固定收价 月收入同样也是破十万 而根据家教网的统计 以数理为例 依照学生对象不同 国中小约400到800元 高中700到1500元 大学和社会人士 则可以收到1000元以上 不过价格也跟学历 公司历以及科系有关 台大比国历高 国历又比私历高 当你家教已经比如说 已经有五年甚至十年以上 你是个专职的家教老师 那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那些条件已经都不存在了 你能看到家长的问题 或学生的状况 那你能不能提出一个 合理的解决方法 学历只是敲门砖 想要靠家教赚百万年薪 终究得靠口碑 以及和家长之间的溢价工夫 静新闻 刘文静 黄宏杰 蔡文博导 那还有哪一些工作 哪一些职业可以拼高薪呢 以营建业来说 因为缺工薪水不错 像其中的板魔工 只要成为师傅 日薪大约三千二 那一个月只要做二十二天 就至少进账七万了 不过真的想要领到这份高薪 还是得要有毅力跟耐力 因为你忍得住酷热 跟班重力的辛苦 才能够真的拿到年薪百万 超过三十度天气 一手抱起重达十公斤顶板 穿梭工地一点也不寒苦 他是李和林今年二十八岁 担任板魔工已经两年 固定龙骨的手停不下来 衣服难免沾上粉尘 再加上太阳曝晒 又是汗流浃背 有时候会鞋子都会积满水 有时候流汗 不过辛苦背后总有甜美果实 李和林一个月上班二十二天 日薪三千两百元 至少进账七万元 如果再加上加班费 八万元跑不掉 年薪将近百万 跟身边朋友相比 多了将近一倍 餐饮业会有很多空班的问题 那这个行业就是 比较固定时间 八点到五点 那它的缺点就是 刮风下雨 都要上班 但也不是说一入行就能领高薪 以百慕工来说 要先从学徒做起 日薪落在一千八百到两千两百元 大约一年后才能成为半季 要成为师傅 前后需要大约两年时间 不过日薪多了一千元左右 只要肯做年薪百万 不是梦 也难怪李和林学弟 也跟着加入公班行列 我觉得就是你用心学到技术 这个薪水是应得的 而且是很容易获得的 绝对不会像大家说 一天才一千多块 那个都是一些 可能就真的没有技术的东西 林学弟跟同学相比 我觉得比较多 跟刚毕业的人来说比较多 这位百魔工同样一毕业 就加入工地 今年才二十四岁 月薪同样七万左右 想跟他一样领高薪吗 只要不怕热不怕苦 就能达成目标 继续有国家黄瓶瀚采访摩托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稍后请持续锁定 进转全球 我是廖芳杰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